危机四伏 阳光的影射让树荫下的瓷尸和周围的高草融为一体 而瓷尸紧盯着油猪的一举一动 高超的伪装技术足以让猎物防不胜防 因为油猪家族忙于交配 这是他们最疏于防范的时候 当然 整个草原上的捕食者还有很多 尤其是和这样的一个狮群生活在相同的领地中 所有的食草动物都要提高警惕 同时 任何一位捕食者的狩猎也需格外小心 晨昏时分 西树草原即将迎来狩猎的高峰期 年轻的瓷豹趴在树枝的最高处 它宛如高贵的女王 这是它猎杀前最后的准备 居高临下 不仅便于观察猎物的情况 瓷豹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 而且其他捕食者的动向也尽收眼底 这就让狩猎的成功率和自身的安全性都大大提升 这还不是出手的最佳时机 年轻的瓷豹仍在观望 复杂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它谨慎的性格 激烈的竞争也让它成为了神出鬼没的伏击者 此时开始行动 利用人类的车队作为庇护 它最先吹响了狩猎的号角 家族规模如此庞大 很多成员都选择了单独行动 只有捕获更多的目标 整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才能吃饱 不管此次狩猎成败如何 它必然会勾起所有捕食者杀戮的欲望 游猪家族依然沉浸在密尸和囚偶中 开过的场地毫无遮拦 他们对捕食者彻底放松了警惕 但是此时却迟迟没有动手 因为并无高草提供掩护 猎物的位置很难接近 两头硕大的雄性游猪忙于决斗 若是在茂密的灌木丛中 这样的目标简直是唾手可得 此次狩猎能否成功 就看此时做出怎样的选择 仔细观察过地形 此时终于按耐不住 它并不想错失良机 突然机会出现 远处的泥洼地 游猪正在尽情地享受着泥浴 抓住时机 此时快速接近目标 只要进入追击范围 一切都稳操胜算 但是可惜 游猪家族还是发现了情况 行踪暴露 此事果断出击 游猪家族被吓得落荒而逃 这是一次失败的偷袭 年轻的磁暴也早已等得 急不可待 但磁士的失败 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 灌木丛中 尸群的主力已经得手 磁士首领带领的家族 捕获了一头水牛 水牛的惨叫穿透着灌木丛 主要对手都忙于杀戮 这就让年轻的磁暴 意识到行动的时间到了 当然 情况依然很不乐观 因为尸群的规模超乎想象 多头亚成年雄狮 守在原地坐等着猎杀结束 而花豹想要追击目标 它必须悄无声息地 从尸群的领地穿过 可茂密的灌木丛中 多头磁士依然在伏击目标 此时此刻 我们应该能够体会到 磁暴的警觉 它把重点放在了 对亚成年雄狮的防备上 但是摆密一书 磁暴忽视的是 尸群的侧方 还留守着一头 看护幼崽的成年雌狮 尸群把花豹视为威胁 因为花豹的存在 幼狮的死亡率大大提升 在穿越尸群的过程中 伏击的高手 反而遭到了 磁士的伏击 危险突然降临 紧急关头 年轻的磁暴快速逃算 它不顾一切 直接爬上了树梢 躁动同样惊扰了 其他捕食者 对于尸群的一举一动 非洲野犬也表现得高度重视 直到危险彻底解除 磁暴才缓缓走下大树 狩猎行动重新展开 脱离险境 刚才的遭遇 并没有影响到 它狩猎的信心 但是眼下 年轻的磁暴 必须尽快远离 狮群的领地 冲出灌木丛 磁暴迎头撞上了 惊慌失所的游猪 随着惨叫声不断传来 穿过公路 磁暴进入了新的猎场 可是眼下周围的形势浑然不知 游猪的惨叫声始终没有停止 磁暴不得不爬上枝头 重新视察一番身处的环境 果然三头磁尸即将结束猎杀 被捕的游猪也基本停止了挣扎 但是花豹的收获还不止于此 它已经发现了远处的邓铃 为了防止狩猎再次受到干扰 磁暴冲着灌木丛 发出了粗犷的咆哮 它就是为了确认 灌木丛中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竞争者 眼下 整个鹿群都比较分散 所有的猎物都在专心的密室 茂密的灌木丛也为伏击提供了便利 但是怕啥来啥 一头磁尸又和磁暴盯上了相同的目标 磁暴准备行动 能否在磁尸的眼皮底下偷袭成功 一切都尚未可知 机会难得 鹿群中夹杂着毫无腹肌之力的幼崽 这是两大捕食者对决的巅峰时刻 磁暴匍着身体 他紧贴着地面缓缓接近 而相反的方向 磁尸也依托着树从 他找到了合适的伏击地点 磁暴依然在接近 娇小的身躯 让他比磁尸显得更有优势 磁暴要做的 就是在众多猎物当中 找到一个最佳攻击目标 而磁尸始终躲在灌木丛后 他生怕稍有不慎就惊扰了鹿群 气氛格外紧张 天然的保护色 在树荫的庇护下 猎物很难发现磁暴的行踪 随着距离不断拉近 磁暴做好的最后的攻击准备 突然鹿群一阵躁动 可茂密的树从背后 完全看不见到底发生了何事 鹿群的很多成员并没有逃离 在好奇心的去世下 他们纷纷张望 以图亲眼看见未知的危险 也正是鹿群的躁动 此时被眼前的假象蒙蔽 它没有果断出击 依然在默默的观察中 原来茂密的灌木从背后 磁暴早已成功得手 它选择了体型更小的幼崽 所以袭击发生以后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赶在被其他捕食者发现之前 磁暴快速将猎物叼上了枝头 最终此时也意识到了行动的失败 因为在不断的躁动中 鹿群已经渐渐远去 而正是利用着微妙的间隙 磁暴率先出击并成功得手 这让埋伏已久的 死尸也等了一场空